- 事情發生在一個禮拜前 那天我開車帶著女兒到山裡兜風 途中因為肚子餓就在山路旁的餐廳填飽肚子 吃飽後行駛在山路中 我突然靈機一動 想給女兒一個刺激的驚嚇 於是開進一條毫無人煙 沒有鋪柏油路的陰森小路 女兒很害怕 她拉著我的衣角 聲音顫抖地說 - 爸爸我們來這邊走這小路好不好 這裡好可怕 當時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看到她害怕的模樣 還覺得有趣 就笑著回說 - 放輕鬆 這只是一點小冒險 很快就過去了 我繼續開著車前進 開了不知多久 突然間 車子的引擎 熄火了 那時 我們身處一片 盛山之中 完全與世隔絕 手機 完全沒訊號 我對修車 也無人為力 走路回剛剛 吃飯的餐廳 應該 要好幾個小時 山中那寒冷的風吹得我 澀澀發抖 只好先在車裡過夜 希望天亮後 人找到幫助 天 慢慢黑了 外頭很安靜 沒有什麼 吵啥聲音 只聽到 風吹過樹林 發出的 傻傻聲音 看了時間 12點多 女兒 在副駕駛座 睡著了 我也差不多 該睡了 明天早上 還要走一段路 正當我 閉上眼睛 準備睡覺時 一開始 我以為是聽錯 沒放在心上 繼續睡 但那聲音 越來越清晰 似乎 正在靠近 讓我不得不睜開眼睛查看 這間前方 有一個 白色的物體 正扭動的身體 向車子靠近 它的外形 似乎沒有頭 而且 只有一條腿 因為 它是一邊 單腳跳躍 一邊 手無足道的 靠近車子 恐懼感 讓我全身發冷 本來 要大聲尖叫 但我怕 潮心女兒 就建立壓抑 自己的情緒 不發出 任何聲音 好險那怪物 只是路過 並沒有 注意到我們 聽那聲音 漸漸的眼去 我看了後照鏡確認 嗯 那怪物 已經離開了 鬆了我 一口氣 轉頭看向女兒 心中的恐懼 瞬間達到頂點 那怪物的臉 整個緊貼在 副下死 窗戶上 他的眼神 十分的空洞 近距離一看 我才發現 雖然那個怪物 沒有頭 但是在胸前 卻有張 恐怖的臉 黑夜中 那張臉 露出 那難以想像的 邪惡笑容 當他 看著車內的 女兒時 我整個 怒火中燒 對著窗外大吼 你是胡蛋 我的吼聲 驚動的怪物 他瞬間消失在 黑暗中 接著 看到女兒 坐了起來 是 被我的聲音 吵醒了 本以為 是我嚇到了他 正準備道歉 他卻開始 籃籃至於念著 記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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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 我腦中閃過 不響的預感 我急忙 重新啟動 故障的車子 幸運的 這次 竟然發動了 我没有犹豫 立刻倒车 沿着过来的路离开 我开得飞快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到达有人烟的地方 在开了不知多久后 终于看到城市的灯光 让我稍微安心一下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 本来一路上 女儿懒懒自语念着 进入了进入了 却变成了那怪物发出的声音 而且她的脸色变得很陌生 不像是我认识的女儿 看到女儿变成这诡异情况 我心里整个发寒 这根本不可能带回家 于是我开车直奔附近的寺庙 虽然当时已经是深夜 但寺庙内还有一间房间亮着灯光 我猜那应该是住室的住处 就按下了门铃 不久后一位模样 向住室的人开门走了出来 做什么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师父 我女儿情况不太对劲 刚刚在山中遇到了怪物 住室一见到我女儿的模样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然后用一副遗憾的表情 开始帮女儿进行驱魔仪式 住室站在女儿背后 以便念着佛经 以便用力地派打女儿的肩膀和背部 你的女儿被一种名字叫三十剑的邪灵附身 如果四十九天后 她还未离开 你的女儿可能就永远无法回复正常了 为了避免这情况 建议她暂时留在寺庙 我会用尽全力驱逐这个山中邪灵 因为女儿的情况 我打电话向老婆解释 老婆一开始自然是半信半疑 不过在住室的进一步解释后 她渐渐接受了这惊人的事实 后来住室警告我说 如果我当时直接将女儿带回家 甚至连她的母亲也会被三十剑附身 听住室这样说 三十剑似乎是一种喜欢附身在女性身上的怪物 也因此在成功驱逐之前 老婆都不能跟女儿见面 那天之后 过了一个礼拜 女儿还留在寺庙中 虽然我每天都有过去探望 但是她那不自然的诡异笑容 和她那奇怪眼神 已经让我感觉不到 是以前熟悉的女儿了 经过此事 我也不敢再随意进入深山了 是的 我让我感觉到